Lio聊世紀 聽聽就不清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曲折羅倫對上義大利人 這場比賽是隱藏杯的比賽 OK 先來介紹一下後方選擇的文明 是曲折羅倫 曲折羅倫最大的特色是他的薩地利科技 可以讓軍事單位減少25%的食物消耗 而且他的這個訓養動物可以放到這個魔防裡面 所以一開局的曲折羅倫 只要肉量穩定之後 要馬上蓋一下這個魔防 去把這個豬放到裡面 開始訓養 但是如果一遇到肉類不夠的時候 還是要拿出幾隻這個訓養動物出來吃一下 不用這麼勉強 一定要把這個動物養在裡面 那曲折羅倫呢 他的最大的特色是沒有騎士 但是又有閃避嘛 可以躲避這些投植物的這個騎兵單位 那他的騎兵單位的額外增傷也是特別高的 所以他的重裝駱駝呢 其實是可以跟帝王落頭 去做一個正面對抗的一個動作 所以曲折羅倫呢 所以是印度斯坦選不到時候的一個次選文明 甚至有了說 曲折羅倫比印度斯坦還要更強 這一部分的話是見仁見智 但我是覺得有點相似 那曲折羅倫除此之外 他還有這個弱弓可以使用 那他也是唯一斯坦帝國裡面 駱駝駝兵有異端邪說的文明 所以如果你很怕被招響的話 這個曲折羅倫的話是滿適合你的 好那接下來介紹一下意大利人 那意大利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勒納弩手 這個勒納弩手是寶兵單位 那他可以對騎兵呢造成額外增傷效果 所以打騎兵國是非常優勢的文明 而且意大利人呢是全能型的文明 不管是要打步兵騎兵 都是可以的 甚至他是有大落馬的文明 三攻三防也有品種 而且他的傭兵呢是帝王時代以上 就可以使用的單位 所以如果需要弄到步兵的情況下 意大利人也是可以即時轉出的 那意大利人的後期呢火槍火炮也是特別便宜的 所以整體看起來 意大利人的缺點並不是太多的 反正是很全面的 但意大利人有個問題呢 是沒有勒納的技技加成 但取而代之的是 他的升級時呢 減少的費用是滿多的 所以可以在升級封建世代 城堡世代時 趕快提早升級上去 對他來說是一件好事 好那意大利人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他的漁船會稍微便宜一點 所以在這種混合圖的時候 意大利人的優勢是非常大的 而且他的大學啊 還有這個碼頭的科技 也是相對便宜的 所以意大利人拿到這些折扣優勢之後 往往可以跟有經濟優勢的文明 去做一個對打 甚至還不會太落後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到兩邊怎麼打 好那兩個都是打一個超級早的 十七匹 比賽中的職業選手跟天梯的職業選手 真的是完全不太一樣啊 平常大家都看到打十八匹喔 這邊看到打十七匹 更早一匹 人數更快就上去了 這邊可以看到 然後導臣是比較玩去捕魚的 意大利是早早就開捕 那這裡不早點下碼頭有個原因喔 是因為你太早下碼頭的話 也沒有足夠木頭可以去按漁船喔 這個不像油木喔 旁邊有這個海濱魚群喔 可以蓋完碼頭去撈魚喔 一定要造漁船喔 才可以吃到這個肥美的鮭魚群 好右邊的義大利人 這邊是直接點下了一級伐木 看他兩邊的封建實在細節該怎麼打 好兩邊都還沒有放軍事單位嗎 看起來都是要打海戰 都沒有下馬 沒有下軍營喔 兩邊都是把所有的木頭放在了碼頭上 而沒有下軍營 因為世紀立國的海 有海地圖喔 有魚群的地方喔 沒有去前期去掌握下來喔 這個肉類會差很多 所以大家在直接選手的階段喔 都會去努力爭取喔 這個中間的魚池喔 因為這個魚池吃完喔 也是很肥美喔 至少有1000多肉 就算吃完也可以捕魚喔 有這個 魚網優勢喔 你的肉類前期是很好的 但是到了帝王室代後期喔 其實就差距不大了 所以前期前面都會為了這個魚池喔 大打出手 那道特在這張地圖選這個 曲折羅人是有點疑惑的喔 因為這個 訓養動物喔其實並不多喔 反正是野生動物喔 是更多一點點的 所以道特可能是 有一點想法在嗎 或者是只能被迫在這張地圖選這個 曲折羅人 可能這個banpeak也沒有薄薄人之類的 或者是霸彈鐵人阿 這張地圖應該發揮也都不錯 海陸混合土的文明阿 都是特別有優勢的 好 那這邊可以看到 欸 三艘戰船好像快要打不贏了 這個把殘血的戰艦往後拉 滿血的出去應戰 兩邊細節都做得不錯 但是自暴船是接下來才要出的 現在道特這邊自暴船好像太慢按了 現在有點打不太贏 好 再一次猴想要砍村民 砍這個戰艦 結果被燒死阿 好兩邊戰艦打得不可開交 好啦最後漁船也沒有燒掉 好 好自暴船過來 直接炸魚船 哎呀 沒有炸到 HERA這邊第一時間 攔截掉了自暴船 好自暴船再出來 一次炸四艘 可以喔 好這邊有把殘血拉開 HERA這邊第一時間有看到 好這裡趕快集火 哇 全部炸了個寂寞 道特這邊好像有點尷尬 打不太下來的feel阿 好這邊一個關 本獸 哇不行了 道特這邊 海戰實力 連刺猴最後還被包起來打 HERA真的是越來越有viper的味道了 哇 直接收光 太難受了 這邊準備上城堡賽 但這邊的ロス完全不夠了 哇拿到海軍優勢的這個肉量 非常優勢了 466對上150肉 看一下前面經濟ロス差多少 哇靠 差了300 快要400 遊戲開始才剛得到15分鐘 這個實物差距這麼大 那道特這邊已經損失了海域的話 一定要來打防守 看要把他自己加圍死 那如果這個要圍死的話 海邊是圍不了的 這個青苔路是不能 蓋建築物的 然後敵方可以從青苔路走進來 所以如果要圍的話 可能是要這裡圍到底 要圍的這個防守資源會特別多 不然就是在裡面喔 開個TC 然後插個城堡防守 或是直接趕快上層 在外面這邊開TC 3TC這邊開農起來 然後這邊插城堡 鎖住這個入口 也是可以考慮的 好一大一人點下一級農田 開始要轉往種田的環節了 這個魚池大概八少魚船 就是極限了吧 然後每個碼頭 大概擺個大概十個 五到六個魚船 可以去做捕魚網動作 那我是覺得前期八艘就差不多了 因為你八艘魚船 吃完這些魚肉 還要去撒農田 通常要撒魚網的時候 也是你最缺木頭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你要開3TC 還要穩住你的肉類 所以其實義大利人八艘 我覺得是差不多 甚至最多是十二艘啦 我覺得最少是八艘 好這邊 HERA這邊來到了八艘 好補下了刺網技術 OK HERA這邊的打法 還是相當標準的嘛 刺激帝國就是一款啊 你的基本跟標準概念 越標準的話 你的優勢就越大的遊戲 因為你要去顧慮到 各方面 時間點會發生的事情 跟缺乏什麼資源的情況 所以你也不能一直太無腦去 一直按一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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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按你想要的東西 以前我玩實際立國 最大問題就是 有海地圖 漁船按到二十幾艘 結果按不出戰艦 結果漁船全部被打掉 所以 以前就覺得 這遊戲就是農田遊戲 所以這遊戲跟實際上 遇到的狀況是完全不一樣的 好這邊兩隻肉麻衝進來 欸...這裡就流進來了 哎尷尬 閃避碼 衝進來有點麻煩 นะ 這個是我們俗稱的閃避碼 這個碼呢 特色就是它可以閃避 這個投子物 Tc的箭矢 或是弓兵的傷害 火槍啊 投石車都可以閃 那他的傷害呢 是比騎士少了兩點 防護力的話也是少了兩點 遠防少了一點 血量更是少了很多 少了45滴血 所以去著羅倫呢 這個閃避馬是很害怕起兵單位跟駱駝單位的 還有這個槍兵單位 打弓兵的話有外增傷效果 好 左邊有一隻閃避馬被招搶到了 但是擊殺到了一隻生鯉 右邊這邊又擊殺掉了兩村 HERA這邊拿到了魚池但損失了幾隻村民 DOT這邊是打一個3TC強軍事嗎 在中間這裡補下了3TC 沒有往外開喔 打得非常保守 HERA這邊想要繼續利用自己的魚池優勢去延長擴大 那這裡要繼續按生旅喔 不然就是要斬中裝長槍兵 那這裡可不可以打這個勒納奴手 其實在這個時間點來打勒納奴手的話 你是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回擊閃避馬的 除非你的數量要到10隻以上勒納奴手 才可以有效去反擊喔 所以一拉一人 HERA這裡是暫時出什麼都不好打 只有用生旅是最好解的方法 不然就是要去按槍兵升級重裝長槍兵了 這兩個方法是會比較好防守一點點 好 那HERA這邊也沒有升級奴炮戰劍喔 雖然他這邊奴炮戰劍有折扣 但他暫時是沒有去有想法 畢竟現在升級也不能幹嘛 好 那這裡槍兵過來 來擋一下 好 有一隻殘血的 好 這裡閃避馬 抓牆到 OK 槍兵把這兩隻閃避馬戳到殘血 這裡要圍一下嗎 這個村民給他一拳就爆囉 怎麼敢打 不敢 老頭也不敢了 只剩一滴血的閃避馬 要不要拉回家補個血呢 還是殺一個回馬槍 突然打兩隻聖女 好 看一下這一波 哎呀 直接自敵 好 HERA這邊城堡時代 補下一根堡 在正前方的位置 首先補下軍機來說是非常利優勢的 好 左邊也補了一個馬舟 唉唷 好 這邊著想 嘿 嘿 這個 尷尬了 感覺道德一直在送閃避馬 做到的事情不多 好 又一隻了 喔 那就多了 四隻就還能接受 那這樣HERA的村民數 看起來就會差不多了 加上遺傳喔 村民數就是96對上93 好 兩邊都差不多 好 瑞尼亞的盧首 現在有少量的四隻 搭上三隻聖女 搭配組合 確實難打 好 上方這邊聖女 三隻招下應該可以找到一兩隻 但是現在有前程科技 可能 喔 最後只找到兩隻 閃避馬 OK 這邊閃避馬 要優先去打掉 瑞尼亞的盧首 待會再解決自己的閃避馬 OK 搞定搞定 收乾收乾 閃避馬 這邊打到有點頭破血了喔 好 這邊閃避 繼續閃 見識不到 這時候義大利人點一下 帝王時代 難道這一場是一個秒殺局嗎 義大利人秒殺 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 好 這裡看一下 好 完蛋 人家會閃避 射不到 射不到 但是有城堡的話 就還可以 全部把閃避射掉 好 數量來到的話要十隻 有十隻的話就可以安心了 至少可以秒一隻喔 好 修道院這裡 兩個聖物 閃避馬這邊再看一下 欸 再點掉 道德這邊 也點下帝王時代 把這個閃避馬進去 但是被城堡射掉 左邊閃避馬又看到了 新的城堡 好 一大一人 這裡馬凱開始補 開始要走一些機動性單位 應該是要轉這個大肉馬 畢竟自己的肉馬 是有全滿科技的 好 那這裡是先補下了化學 那這邊打重裝騎士呢 重裝騎士的話 好像會被驅逐盧倫的重裝駱駝給壓制住 畢竟人家路途有額外增傷效果 去圖羅人這邊點下了沙地利 OK 點完帝王點沙地利 好 這個也是很標準的一個流程 先遭翔 OK 遭到兩隻熱納爾弩手 但是勝率也是倒光 遭這個熱納爾弩手的話 感覺就沒那麼賺了 好 手衣補下手推車 跟蹤技術 一擊攻 好 魚石這邊補魚王 好 八個漁船就去補 好 差不多就這樣子了 好 驅逐羅人這邊就是 想要出閃避馬的樣子喔 閃避馬ALL IN到底 我怎麼覺得打一大一人這樣打有點微妙 我雖然說 不是說不准不准這樣打 但就是 只有前排阿 沒有AD阿 好 這邊把自己的村民給圍起來 非要搞事呢 如果是我的話 這個房子蓋好 直接在旁邊按SHIFT 建個建塔 直接空這個石頭跟黃金 好 這邊還有伐木儲蓄是不是 哇 看起來是喔 伐木然後滴掉這個木牆 好 這邊一直在抓 落單村民 還有啊 這邊在打火炮跟巨型投司機 待會兒要再來前壓這邊喔 那為什麼不趕快往前呢 是因為這邊也在擔心喔 道德這邊是不是 升級這個閃避馬 準備要來打一波的 好 這邊可以看到 道德這邊是有 繼續按閃避馬的趨勢 這邊精銳升級 還有10秒鐘 好 看一下後面怎麼繞 好 這邊流進來 欸 喔 一些村民 好 要衝了 精銳升級好 攻擊來到11加2 這邊先包 好 看一下血量變化 閃避馬這邊第一時間打的是重巨型投司機 巨型投司機 打完之後 再繼續包夾勒納爾弩手 勒納爾弩手遇到閃避馬 一直打不到 只能一直被閃避馬尻歪頭 勒納爾弩手這一拖 直接解光 HERA這一波 損失了大量的黃金兵 完蛋了 道德這邊好像有反打趨勢了 好 而且剛剛還沒有三級馬鎧喔 現在有三級馬鎧的話 待會會更難打 如果義大利人這邊轉太多大陸馬 待會又轉重裝路則出來 也是綽綽有餘 確實如果能打馬國是相對好打 當然義大利人這邊是全能型的文明喔 所以待會也是可以轉騎兵喔 跟這個 傭兵出來打架 好 這邊一個維加 直接把全部維在裡面 OMG 這 這 是我就頭了 這個也太不舒服了吧 哇 城堡在這裡 只能 被關北壽嗎 好 右邊這個房子 能不能蓋好 再補大石牆 太狠了太狠了 HERA直接一個 摁裝桌憋阿 桌好桌滿阿 這個憋桌的有點太多了吧 28隻閃避嘛 喔 可能不止喔 裡面剛剛應該是4掃30隻閃避嘛 就好像被勒納奴手跟城堡給處刑啦 太可憐 好 左邊這邊 巨女同時機進攻 一台被拆掉 大洛馬過來想要回救 但是沒有救到 大洛馬升級靠20秒 上攻補下 哈 哈 這看起來 大洛馬 有 有料 有料 要是這一波沒有捉到的話 後面應該經濟就爆炸了 這樣 HERA這個 反應喔 讓他成功了 鎖到這一坨奇兵 那道德還能不能繼續延續自己的閃避馬優勢呢 好 這邊有轉一些大洛馬 有大洛馬的話 閃避馬就沒這麼有優勢了 而且大洛馬傷害是11.3號 殺奇兵的話 只有這個3點近戰防御力 所以被打下 一下8滴 8滴的話 他這個12點12下 還是可以砍死一隻閃避馬 所以說 HERA這邊打洛馬 等他的道德在 那這邊就要看 道德要不要混一些 駱駝在裡面 反制一下這個洛馬 不然邊一直被 洛馬追著打 很虧啊 以黃金兵打 垃圾兵來說的情況 大洛馬是真的很強 好 繼續洛馬追 好 道德這邊又拉了幾隻 殺奇兵過來 道德防打一個多線 現在家裡到處被亂 現在道德家裡完全沒有被受到騷擾 專心進攻 巨型偷使機也準備好了 後面補下更多馬就 就是只打 閃避馬 閃避馬 好 上方軍女童C加起來 這裡趕快拉聰明修理 聰明在發呆 趕快修 完蛋了 太慢修了 修不起來 好 第二台也加起來 這裡再補魚跟城堡 這邊攻堅 閃避馬 衝不夠 這裡陀樂納弩手打不掉 26隻喔 不好解 好 右邊的閃避馬又衝了過來 看一下這一波 又抓掉村民 好 右邊這根城堡 繼續攻城 好 閃避馬全部吃光 看起來道德這一波打到有點 猛逼了 感覺Hera的防守還是做得很不錯 道德這邊 一直用閃避馬 不確定是不是好事喔 但看起來好像確實打出了優勢 這就是 四季公道杯 他的堅持有他的道理在 這個打法確實不弱 很難得喔 可以看到職業選手 只用單一兵種 一直打到底的狀況 唉唷 這個差一點打到 哇可以把這邊閃 劇情投石技的 投石閃得還不錯 又躲掉了耶 這個不容易 這個躲不掉了 架起來 架起來的話 防護率會稍微高一點點 打一下大概49滴 有化學的話 沒有化學的話是50滴血 好 邊減50滴 升100 好 任量入手 正面往前推 左邊也在各處交戰 那區主路人家裡 還是用閃避馬去應對大陸馬 回來 HERA一直在找後方的警況速打 上方的城堡應該是要失守 巨型投石機應該是可難解得掉 好 這波閃避馬要上前了 上前第一時間能夠抓掉巨型投石機馬 後面城堡已經掉了 但是正面大陸馬 扛不住閃避馬的黃金幣的優勢 這邊閃避馬再次嘗試 包了熱納的爐手 後面的村民被抓掉 巨型投石機也被拆掉 這邊熱納的手被包了起來打 這波都包起來打 應該是有機會解得掉 但後面城堡射得有點痛 好 這邊繼續看 最後閃避馬 還是熱納的爐手比較厲害 看熱納的爐手扛不住 散避馬的體質 直接被尻爆 但是到的家裡 也被大陸馬擊殺掉了非常多的數量 好 但是兩邊都在互相傷害 到處都在著火 右邊這個城堡 一個雙向進攻 這邊防守 出現漏洞 但是閃避馬還在暗 沒有暗駱駝啊 好 這邊進攻 但是這裡沒有城堡 所以HERA這邊拉幾隻大洛馬過來 是能解得掉的 欸 這波怎麼直接開打了呢 好 這邊直接分兩隊 想要抓到後面 繼續投石機 但沒有抓到 閃避馬很好擋住了大洛馬的去路 後方的大洛馬也是往後繼續追擊 好 這邊我衝進來 感覺HERA快要擋不住閃避馬 這麼大量的情況 這裡還沒有升級擊兵 所以還在繼續 好 義大利人沒有擊兵 不好意思 他只有中裝長槍兵 對 好 這邊沒有槍兵的關係 打閃避馬打得很吃力啊 HERA一直努力用錢爆 好 HERA這邊打出了GG 我們恭喜道德拿下比賽勝利 總共出了314隻的閃避馬 HERA這邊一個懵中之鞭 卻也沒有辦法 挽回閃避馬的無奇馬爆 哇 道德只單出閃避馬跟巨型投石機 就打贏了世界冠軍啊 其實道德也是世界冠軍吧 某種上程程度來說 他其實也是 以他實力來說也是 好 來看一下HERA這邊 7萬9的資源 還贏了曲子如人3000經濟啊 我的天 他的軍師來到1.04 那看起來 曲子如人的閃避馬 無奇馬爆 確實是有料的 在實戰中也是可以拿來用用看 那義大利人這邊指出大洛馬跟熱納奴手 由於沒有疾兵的關係 所以一直在猶豫 要不要升重張長槍兵 那以一般情況下來說 對方是曲子如人 單純就按重張長槍兵 還是很賺的 就算對方正能轉這個 還刃投擲手 自己的熱納奴手 還是有極大的優勢在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咯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咯 各位掰掰